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段时间以来呢 一直就作为我当枕头的书 因为我现在这个枕头实在是太软了 买不到很好的硬枕头 我自己又比较习惯睡硬枕头 就把这本书就垫在下面 我当时其实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来当枕头呢 一个是这本书是厚 第二个呢 赛上这个画家我实在是比较喜欢 而且呢 他在美术史中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我们都知道赛上是属于后印象派 后印象派我们都知道是有三个最主要的艺术家 赛上 樊高和高庚 但是呢 赛上呢 我觉得是在这三个艺术家里面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一般我们来讲 可能很多的艺术家的画 很多外行人看不懂 觉得这些画是什么东西啊 都看不懂 其实这种看不懂的艺术啊 基本上都是从赛上开始的 在赛上之前的艺术 基本上你让一个外行来看 基本上他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也不会说他看不懂 只能说好看不好看 然后呢 我就想到了我前年吧 前年 我第一次去巴黎的一个经历 当时呢 是我第一天先去一趟卢浮宫 卢浮宫那天是正好开到晚上九点钟 我早上一早上他刚开门我就进去了 一直看到的晚上九点多 真的是 卢浮宫里面藏品真的是太棒了 特别是什么呢 我到了一个只有 主要是大卫和安格尔的一个展厅 主要是大卫 就他那几张巨大的大型的画 真的是把我震撼到了 这种细致辉煌的 这种细节避现的这种描写 哇 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所有的 整个欧洲古典时期的艺术的一个汇集 在卢浮宫里面 我真的是被那种非常非常辉煌的艺术所震撼 然后我第二天是到了菊原美术馆 菊原美术馆我们都知道是 主要是收藏的是末代的睡帘 大家都很喜欢末代的睡帘 画得很漂亮 非常长的一幅画 好几幅非常长的画 整个在一个椭圆形的展厅里面 但是呢 菊原美术馆它在旁边有一个小展厅 它里面有四五幅赛上的画 我前一天呢 刚刚被卢浮宫的那些古典作品震撼到 我当时一眼看到赛上的画 我就觉得 跟那些古典大师比起来 这个人真的就不会画画了 我当时甚至有点自己我有点怀疑自己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是很懂赛上的 也不能说很懂吧 就是我至少是可以欣赏他的 但是我当时猛的一下 在没有预见的情况下看到赛上的作品 我真的觉得这个人不会画画 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小时候 我也是看很多画家的画 翻很多画册 我翻到画赛上的画的时候 我觉得这人画的不好啊 完全是不入流 这个手头水平太差了 感觉他可能是 为什么那么著名呢 他是不是自己特别会吹 或者是正好还有人捧他 很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当时在局园美术馆 我炸的一下看到了赛上的作品 我突然这种想法又一次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赛上呢 真的是有一双非常非常笨的手 如果说是以中国现在美术的 不说美术从业者吧 就说参加美术联考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水平 非常低的水平 画画的水平 我觉得至少有参加美术联考的人 我也参加过 我也看过考场上的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至少有60%的人 他画画的手要比赛上好 但是赛上为什么又会成为 这么重要的艺术家 这么伟大的艺术家 对后世影响如此之大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在西方古典的艺术史上 可以说有很多的 很多商非常灵巧的手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卢本斯 或者说伦伯朗 比如说卡拉瓦乔 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手 他们拥有一双非常精湛的手头技术 当然他们在别的方面也非常强 但只说手的话 他们的手真的是非常好 但赛上呢 我觉得远不及他们的1% 所以说我们可以欣赏赛上 可以看懂赛上 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说 对于美术从业者 或者说更宽泛一点 一个当下的 当代的 你可以自称为一个美术爱好者的人来说 你要能够欣赏赛上 真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水平 如果你无法欣赏赛上的话 我觉得那你可能连美术爱好者可能也算不上 西方从乔托开始 也就是从文艺复兴的早期开始 一直到印象派 其实他们主要绘画的目的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去再现现实 去写实 也就是说他们带有一双非常科学的 非常理性的 非常自然的眼睛去看自然 然后把自然呢 挪移到自己的画布上 不管说他们对自然有多少的处理 处理多或者处理少 但模拟自然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印象派呢 其实也是这样 只不过印象派呢 打破的是之前古典绘画 非常精雕细琢的 在画室之内的一种表达 他们呢 非常注重光与影 或者是一个场景瞬间的表达 而且突出了色彩 但是呢 在赛上这儿 真的是打破了西方几百年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 赛上他所重视的是什么呢 他所重视的是 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物像 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视觉 他经过他自己的眼睛处理以后 再去分析和理解之后 再去画到画布上去 而不是说 我看到什么 我尽量把它画得像 这不是他的目的 同时呢 他的目的呢 也不是说 我要画出一样 怎样的一个主题 画出怎样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 大卫的拿破仑加冕 画了一个拿破仑加冕的一个场景 发了画非常恢弘 赛上呢 他绝对不是这样 赛上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三个主题 就是 主要这三个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可以一想就可能想 可以想出来 就是 进雾 风景 还有就是 罗女 主要就是这三个主题 但是呢 他对这三个主题呢 其实并不在意说 他画的主题的内容是什么 或者说 他画这个主题所要表现出来 这个主题所说的故事是什么 他很不在意 他只不过是在意的是 这张画布 这张画本身 画呢 在他的画中成为了最重要的东西 而不是画之外的所要说的东西 他不在乎 这也是为什么 他真的是影响到了 他之后所有的艺术家 所有的绘画 一个在赛上之后 所进行绘画工作的人 是绝对是受到赛上影响的 可以说赛上是他之后 所有进行绘画这项工作人的父亲 比如说我们讲到西方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它很多就是在画面上进行各种各样的绘画语言的研究 怎样去把把这个东西变成变形成什么样 我创造一个怎样的绘画语言 在画面上实现怎样的一个突破 他们所关注的就是这张画布 他的这张画 而赛上呢 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十足 我们提到赛上呢 肯定会讲到一个人就是罗杰夫来 罗杰夫来呢 是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家 艺术与理论家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家 他呢有写过两本书 一本叫做图像与设计 还有一本书就是赛上及其画风的发展 这两本书呢 都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下 也是有志于这方面 对绘画有所了解的同学呢 也是真的是非常应该去读一下 非常推荐 罗杰夫来呢 其实就是最早的把赛上推荐到 法国之外的一个批评家 也是也就是他同时呢 也是后印象派的这样一个派别的命名者 举个例子说赛上呢 他画过很多的同样的一个风景 他就是画那个圣维克多山 他在那个地方待了很久 一直在画那个山 就是在法国南部的 Saint-Vigdorf那个山 他就一直在画同样的一个角度 同样的风景 我非常想明年的时候去一趟 圣维克多山 去看看赛上当时去 在那个地方画画的那个地方 那个角度 他为什么要一直画那个山呢 他只不过是觉得 那个山的形状非常的有意思 他在意的是那个形状 并不在于那个地方风景有多美 他想画出来一个很美丽的风景 让大家看到这个风景非常的美丽 也不是在于这个山有什么意义 他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根本他都不在乎 他只不过是想借助这个山 在自己的画布上 对自己的绘画语言有所突破 他在不断的在探究这个语言 所以呢赛上 他其实重视的是绘画画面的抽象性的这一部分 而在赛上之后 我们知道像毕加索 包括像之后蒙特里安 康林斯基 不断的往后 再到之后美国的抽象表现 抽象表现主义 很多人画些抽象的东西 我们很多外行看不懂的 觉得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画什么 他表现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在表现意义 他是在说 我在画布上能做什么 我想说什么 我想在这个画布上我的绘画能够对这个绘画本身有到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 他关注的是这个 所以说呢赛上呢就是真正的开启了西方现代绘画的一个鼻祖 赛上这个人的重要的地位呢 其实真的是可以在西方整个艺术史上 我觉得排到前三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这个节目呢 主要是谈一些我对艺术的理解 也会去看一些展览 将来我们有机会去拍摄外景的话 里面的观点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我个人的观点 不是非常的 很多时候不是很客观 但是我觉得客观其实并不是我要追求的 主要还是能够有一个非常鲜活的 一个我自己的观点 或者大家觉得会有意思 或者会有所收获 或者我自己也可以借此机会来进行表达 这是我比较重视的 喜欢我这个节目呢 也欢迎大家去订阅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下次再见